北京7月29日电,北京时间7月29日在东京奥运会游泳赛场,中国游泳小花张雨飞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以2分03秒86力压强敌夺得冠军。 北京时间7月29日,东京奥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上,中国选手张雨飞成功拿到了金牌,这也是东京奥运会上中国泳军的首金。 当然了,张雨飞2分03秒86的成绩,也成功打破了奥运会记录。 200蝶泳冠军加100蝶泳亚军,张雨飞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实力,以及她的超高颜值也屡屡登上热搜,她笑起来总是那么甜美。 生活中张雨飞也是妥妥的大美女,而她的高颜值也于基因的强大,此前张雨飞妈妈为女儿加油的视频就引起网友的关注。 张雨飞笑起来那么甜,而这几乎跟她的妈妈一样,她们都有着超高的颜值。 实际上,98年出生的张雨飞来自体育世家,张雨飞的爸爸妈妈其实都是游泳教练。 张雨飞还曾调侃过,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和伙将她扔到了水里。 当然了,三岁的时候,张雨飞就已经跟着妈妈来到游泳池了,五岁的时候她就开始接受正规的训练,天赋在那时就已经显现出来。 爸爸妈妈都是游泳教练,曾经也都是专业的运动员,张雨飞的妈妈对于她有着巨大的影响。 她曾是省游泳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,而她也在2013年年末,成功入选了中国国家队。 200米蝶泳的决赛上,刚出发张雨飞就排在了第一位,而到50米的时候,她已经拉开了距离,以及领先了其他选手1.2秒。 第二个50米的时候,优势越来越明显,到100米半程她已经领先了1.57秒。 而后半程的第三个50米她依旧领先,150米时领先1.34秒。 最后50秒她火力全开,2分03秒86夺金加打破奥运会记录。 女子蝶泳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勇军的传统优势项目,在过去20余年的历史中,为中国代表团征金夺银,创造无数经典的瞬间。 1992年中国游泳名将钱宏,曾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。 进入21世纪,刘子哥和焦刘扬阳又相继在北京和伦敦奥运会女子200米蝶泳登顶。 2012年11月,张宇飞首次代表中国参加短持游泳世界杯北京战,就斩获一银一同。 2015年她成功夺得喀山游泳世锦赛女子200米蝶泳铜牌,打破女子青年世界纪录。 2018年8月,张宇飞在雅加达亚运会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,获得银牌,女子200米蝶泳项目获得金牌。 随着张宇飞在东京奥运会,夺得女子200米蝶泳冠军,中国游泳队收获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。 祝贺张宇飞!祝贺中国游泳队!玩!